所以你的對照表就出來了 玩具對照的就是這個對照表 那其實將來你要去把某一個品名的價格搬過來 其實用V2函數兩下就OK了 V2函數的話就可以幫我們抓到我們要的資料 那我要怎麼做那個向拉清單 其實非常簡單 移到這邊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我先把Ctrl向上 其實這裡下如果說Ctrl Shift向下 這一欄全部要選取對不對 而且包含到一直底下 全部都要什麼 都要有下拉清單的話 你在Ctrl Shift向下有沒有 把這一欄全選 但是不要選到標題嘛 除了標題以外 就選取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呢 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你的清單在哪裡 所以這邊選一個清單 那清單來源部分的話 你可以選擇什麼 品名裡面的一個 一個有沒有 這個範圍 品名裡面的哪裡呢 品名裡面的這個範圍 就是品名欄位標選到 這幾個 按確定之後的話 好 他將來的下拉清單就出來了 可是問題喔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做這個資料驗證的動作有沒有 如果你是在 這個是2010的版本 是可以切到下一頁對不對 可是2007是沒有辦法切過去的喔 特別是喔 那如果2003更慘 2003是如果你的對照表 不在同一個工作表也找不到 所以這個資料驗證喔 2003、2007、2010都不一樣喔 所以如果你要都一樣的話有沒有 建議各位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的版本不是2010的話 你還有第二種方法 就是說請各位 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請你不要用選的 而用什麼呢 用名稱定義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定義 這一欄 叫這個名稱 公式裡面有沒有 就有一個叫做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所謂頂端列就是說喔 我的名稱 我的名稱在哪裡呢 我的名稱在上面 那我選的時候 記得要把上面選起來 它就自動怎樣 幫你建立一個叫品名 一個叫單價 自動怎樣 放到名稱管理員裡面 然後呢 這個品名 它就對應到這個範圍 單價就對應到這個範圍 OK 而且會自動全部幫你建立 有按確定就 從確定幫你建立 已經有按4好了 OK